實驗的超...好了嗎? 嗯...太有時間了 光合作用的實驗呢?這個是... 呃... 一般來說,我們每個課程都會有的 那...關於光合作用的探討 它在講什麼呢? 第一個,它的目的...實驗目的是什麼呢? 是...根據怎麼樣? 是... 利用... 光照的有跟沒有 利用...有... 嗯... 照光 好,來看這個光合作用的解骨 好,影響 光合作用 同學,那... 這邊的有照光都沒有照光 是屬於什麼樣的變音這樣? 啊,屬於什麼樣的變音? 嗯... 嗯... 屬於操作變音喔 操作變音 欸這個...這個先把它關掉 這個叫做操作變音 好,那所以呢... 有照跟沒照叫操作變音,還記得嗎? 好,那我們要怎麼做實驗呢? 第一個 這個流程是這樣子齁 好,流程怎麼做呢? 我先解說一遍齁 首先呢,我們要找到一片... 葉子 齁,一片葉子 那你要找到一片是... 我們可以去校門口找一片綠色的葉子齁 齁 好,那葉子的話要選比較薄一點齁 比較透光的 好,你選一片葉子之後呢 接下來就什麼事呢? 你把我們的英文字符的貼紙怎麼樣? 貼上去 好,那因為英文字符的貼紙是什麼顏色的? 黑色的 你幫說你貼了一個... K好了 一個K 好,當你貼上去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 這個字符底下的葉子就會被怎麼樣? 被遮住 請問它會不會光合作用? 會 會對不對? 但是,這個葉子的旁邊會不會光合作用? 可以對不對? 好,那我們大概貼一周左右 就是一周 好,一周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有光合作用會產生什麼? 葡萄糖 對不對? 那葡萄糖可以轉換成什麼? 墊粉 墊粉 對不對,墊粉 所以呢 有墊粉我可以用什麼來檢測? 點葉 點葉 好,對 所以呢 我們最後先用點葉來檢測齁 那問題是你要檢測點葉呢 你必須先把它做些處理 因為葉子是綠色的 你如果直接一點葉你什麼都看不到齁 因為綠色加上點葉的顏色 最後就變黑黑的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要先做幾個動作 第一個呢 我們要先把這個葉片去它的角質 我們知道葉片表面都有角質層對不對 所以你要檢驗它 必須先把角質去掉齁 所以要怎麼去掉它呢? 用怎麼樣? 我們用100度C的沸水 煮它 因為角質層被熱水燙就會怎樣? 就會被洗掉齁 它的目的是為了軟化葉片 好,而且因為葉子的細胞很硬對不對? 它有什麼呢? 細胞壁對不對齁? 所以你可以軟化葉片可以去掉那個角質層 這時候呢 葉子就可以 被你來做這個化學的處理 好,我們煮了幾分鐘之後呢 問題是這個葉子看起來是變色的 綠綠的對不對? 所以 基本上你還是 你如果低一點意義是看不出東西的 接下來我們要的東西齁 就是用什麼呢? 我們要用酒精把它怎麼樣? 酒精可以把 因為 同學葉綠素呢 它比較難溶水 所以我們可以用什麼來處理呢? 用酒精 酒精可以把 葉綠素溶解好一點 所以用酒精怎麼樣呢? 可以去除 葉綠素 那這個 那這個 作用把它叫做 漂白的作用 好像漂白水一樣 可以把 綠綠的東西 漂成白色的 那這個 實驗裝置很特別 你要清潔 因為酒精很容易被火 好,點燃 所以 我們一個小杯子呢 裝酒精 裝酒精 再把葉子怎麼樣呢? 放進去 那你們知道酒精是怎麼顏色的嗎? 透明 透明的 可是當葉子放進去 煮了一陣子之後 葉子會變成什麼顏色? 白色 因為葉子的葉綠素被洗掉 但是酒精會變成什麼顏色? 變綠色 它會把那個 色素洗出來 那問題是 酒精可不可以直接用火加熱 會燒起來 因為它很容易 它的那個 被點很低 點就燒起來 所以為了安全 我們在外面再加一個什麼呢? 大杯子 然後裡面裝什麼? 裡面裝水 這個叫做什麼加熱吧? 隔水加熱 隔水加熱 好,不錯 所以要進行隔水加熱 那萬一不小心 有人把它打翻了怎麼辦? 就 燒起來整個做著火怎麼辦? 麵火鍵 麵火鍵 我們實驗室沒有麵火鍵 但是我們實驗室用 麵火鍵在門口外面 其實不用讓麵火鍵 你只要拿濕抹布這樣 蓋上去就好了 或是有毯子 那種蓋上去就好了 或是真的臨時找不到的東西就是 那個衣服弄濕 蓋上去 不過我們都用抹布啦 所以我們實驗室有個叫防火毯 一種毯子 蓋上去這樣 所以為了火也比較緊張 就是隔壁 還沒有 有小 小局部 那只要蓋上去 所以其實 同學如果看到火也比較緊張 只要記得蓋上去處理 好 所以呢 這是用 酒精燈去燒的時候 它可以 這個過程比較多漂白 好 那漂白之後呢 這時候稍微再把酒精怎麼樣洗掉 漂洗 我們用清水稍微洗一下 把酒精洗掉 用清水 調洗 好 這時候呢 最後一步驟就是 你把葉子夾起來 放在培養棉裡面 然後呢 滴入什麼呢 我們說要用什麼來檢測呢 點葉齁 點葉呢 滴進去之後 點葉反而什麼顏色呢 黃褐色 這是點葉 好 那請問這個葉子 經過反應應該長什麼樣子 這個哪裡會變藍黑色 有沒有照光 沒有照光的地方 該什麼的事 這個K應該是變什麼顏色 K應該什麼顏色 黃褐色 黃褐色 為什麼是黃褐色 因為它沒有照光嘛對不對 所以它不會有什麼呢 不會有澱粉對不對 所以K的部分是屬於黃褐色 但其他部分都什麼顏色呢 藍黑色 很好 其他部分因為有照光 有澱粉產生 所以是藍黑色 好 所以呢 最後你看到的一個葉片 就會長這個情況 就是 其他部分是藍黑色 藍黑色代表是有什麼呢 有照光的部分 沒有照光的地方呢 那 沒有照光的地方呢 會顯得點什麼顏色呢 黃褐色 就是沒有照光的地方 好 好 所以這就是關於光合作用的探討 這樣可以嗎 所以如果你做出很成功的實驗 你會看到一片葉子 好 這個 這個 一邊是有黃褐色 一邊是有藍黑色 那那個字母的部分就是 好 黃褐色 那 課本有照片 課本是用那個鋁箔紙 他們用鋁箔紙把它遮起來 也可以 一樣效果 因為鋁箔紙也可以怎麼樣 遮光 所以大家要先撕掉啊 那你就會跟他一起煮 好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這就是這個實驗套 幫我切掉一下 好